2022年感觉比2021年在洛杉矶买房更难了 这个是洛杉矶奇诺新开的一个楼盘 这个楼盘预约看房都很难预约上 售楼处完全忙不过来 但是我们有一些客人在排队 所以拿到了几个预约的时间 门外的这些人全都是没有预约就跑过来的 结果就被挡在了门外 现在咱们看这个户型2的样板间 它就是售楼处旁边的这个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Chris Liu 这个房子2952尺 五房四位,三个车位的车库 这个是刚进门左手边 它有一个卧室是在一楼的 这个楼盘开盘之前定的第一期的最小的户型是84万多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不正常 因为跟其他周围的楼盘对比的话 这明显是低开 结果到了第二期的时候 直接就跳到89.7万 现在第二期也已经秒杀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等第三期 这个房子就是个标准的大毒洞 目前在这个区域大尺寸的标准的大毒洞还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户型设计的也相当不错 一进门左手边是一个卧室加独立的卫生间 再往前走就是大客厅厨房 还有这种储物件都是有的 客厅配备了这种推拉门和窗通到院子里面 有的楼盘就没有床 直接就是一个大的推拉门 这种户型是最近十年以来比较流行的 这个要满建的院子还是挺大的 但是每栋房子它地块都不同 所以也有大有小 这个房子有一个小创新 就是这块的区域 这块区域设计成了一个办公室 但是还是要想想能不能再干点别的 现在咱们上到了二楼 二楼也是有一个客厅的 这个就是大房子的主流配置了 二楼小客厅旁边就是一个次卧 这个次卧它是带独立的卫生间的 很多人说美国的次卧比主卧小不少 其实咱们来看这都是标准配置的 像床啊床头柜啊衣橱啊 这些都能放得下 咱们从这个窗户看一下 这个楼盘呢 它是紧邻了一个公园的 非常方正的一个地块 现在去看一下它的主卧长什么样 也就是刚才说的比次卧大不少的 这个右手边呢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机烘干机 然后还有橱柜水盆这些都是有了 这里呢咱们看到的就是主卧 大概比次卧要大个百分之五六十吧 而且呀配这种大窗户是不是特别漂亮 然后咱们从窗户上可以看到这个楼盘整个的一个地块 主卧呢都是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的 咱们进来看一下 这边呢是衣橱 咱们再开始往前走一下 这个地方是厕所 还有这个浴缸 还有占浴 这个都是配齐的 里面呢是一个衣橱 还有两个洗手池 这个呢是另外的两个次卧 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个楼盘一共是三个户型 另外两个户型呢我也会慢慢做视频 然后具体的资料呢在我朋友圈里都可以找得到 今年呢市场火爆房子很难拿 所以呢就需要更多的技巧 接下来呢还会再开两个楼盘 然后目前还有一些房子也是有尾盘的 另外呢每个开发商的审核排队 还有它的销售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针对每个买家呢 其实还是要量身定做一个方案和策略的 更多的问题呢可以单独来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方言 咱们下次接着聊